HELLO 大家好 我是PAPA 歡迎大家繼續來到這個Minecraft P 那我們今天呢就 這個 看看它叫什麼名字 飄浮瓶生存日記 這個 這裡就是我家屋啦 這裡就是我去 掘礦的 不是掘礦 只是掘石的地方 咦 這些方法這麼神奇 這是什麼來的 拿普通花來的 嘩 拔了是不是 隨便 這些全部都這樣 隨便 那這一個 這一次就 起了一半就停了 所以就 沒有再蓋上去啦 那 但是我就 完全是沒有做這一床的 那我也是沒有做這個 我的工 或者是一個 的 石 是不是石 泥啊 去封那條路啊 所以就 沒有去做這條路 算了 我就是不封它先啦 我們首先 做一張床 現在什麼難度來的 這個 這個 意思 我就要 放一床上來 這些就是作弊的好處 好 那第二天我會 有這個 會 卡住在這裡 窒息 的原因 我就這樣做 這樣 這裡放寶箱 好啦 這裡就 做得很好啦 應該規則得很好啦 雖然我家不是這樣 但是Minecraft 不是用你自己真正的家嘛 中間Postrade 好啦 還是不哭了那麼多啦 先掘礦先 不是掘礦掘石 但是你可以掘到多久啊 這個就不知道大不大 但是它應該不是很深的 所以就 不要掘太久了 今集就比較無聊 好 我就換了 再掘石 上回去 補霜也不 嘗嘗 好了 凸多一点点木 现在下雨 不过我不怕 其实这个真的挺高的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 这些水就先不拿去 放一棵树 看不清楚 记不记得这个箱子已经没用了 所以就拿走它做我家的箱子 今集打替的会有点不错 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什么事 就这样 嗯 这些位置可以说做一下装饰 然后放一些滑滑 都可以的 但是现在有补箱 当然就放一些没用的东西 嗯 我就 首先弄了一个要用的石膏 好了 继续挖 因为我免得浪费 所以就继续放个 免得掉那个木槽 因为这些正常稿 所以就不是正常稿 正常的东西就 这些正常稿 所以就正常是 不会有这个 没用的 所以就 算了 去另一个地方 但你忘记了 我会有这么多石膏 可以拿的 那 就 好 好 好了 过去 过去 今集 不知道会不会无聊 也不知道会不会长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 就 留言 因为不会知道有点观众 有点你喜不喜欢这个系列 如果你真的不太喜欢 我个个都不喜欢的话 就 不拍了 算了 因为 一个系列 不用真的要长到 不用一定要 真的要完 才完 的 看看拍了多久 应该不是很长 算了 今集到这么多 那就 今集时间就 差不多了 下集再见 拜拜 下集再见